香妃到底存在嗎? 在乾隆皇帝的四十多個後妃中,有一位維吾爾族女子,她就是文明俠爾的香妃。 其實香妃是否遍體生香,根本無從考證。 但乾隆帝只有一個維吾爾族妃子,卻是史實,她就是榮妃。 在乾隆帝的四十多名妃子中,有一名回妃,本不奇怪。 可是,在榮妃死後的一百多年內,卻引起了一批騷人默客的興趣,在榮妃身上,榮妃畫像,大作文章,甚至編造出一個香妃的故事。 在野史詩詞道舞臺,繪聲繪影大肆渲染,竟達到了真假難辨的程度。 詩詞戲曲中的人物是可以編造的,但發展到排除史實,以假亂真的程度,就有問題了。 以下,我們暫還按習慣,稱其為湘妃,看看她的真實生平。 雍正十二年,1734年9月15日,湘妃誕生在新疆何卓族的一個家庭。 何卓族是市居易爾羌的回族始祖,派嘎穆巴爾的後裔。 其族稱為何卓,嘴相非,又叫何卓氏。 其副為第二十九世,回布台籍,圖爾都。 乾隆二十年五月,清軍進軍一里,二次平定,准嘎爾叛亂。 解救了被准嘎爾拘禁的一耳槍,喀什嘎爾封建主,馬罕穆特的兩個兒子,大和卓木、小和卓木。 不料兩年以後,小和卓木殺死了親派的副都統阿米道,自稱巴圖爾汉。 大和卓木也聚首卡什嘎爾,兩相呼應,稱雄南疆,開始了大規模的武裝反行。 此後,圖爾都、台籍等不願歸父分裂的部落,配合清軍,於乾隆二十四年,徹底平息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亂。 乾隆二十五年,圖爾都等五戶駐站有工的何卓,及霍吉斯等三戶在平亂中立功的南疆維吾爾上藏人士,應召陸續來到北京,拜見高宗皇帝。 乾隆令他們在京居住,並派使者,接他們的家眷來京,封圖爾都等,為一等台籍。 圖爾都二十七歲的妹妹也被選入宮,册封為貴人,及香妃。 顯然,這是乾隆皇帝統一新疆後,實行因俗而至的政治需要,及政治聯姻。 香妃的俊俏和異語情調,進一步贏得乾隆皇帝的垂愛和信任。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,皇太后一旨,將她由容貧,即為容妃。 乾隆邪香妃等六位嫔妃東巡,遊歷泰山,拜見孔廟。 由於乾隆三十一年,烏拉那拉市皇后亡故,乾隆聲稱不再歷后。 乾隆四十年,皇貴妃又被賜死,因此到這個時候,容妃在乾隆的眾多后妃中,已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。 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十五日,皇帝在圓明園奉三無私殿,攝宴會餐。 容妃已入主了西邊頭桌的首位。 到同年十二月,乾清宮大宴,容妃又升格到了東邊座位的第二位。 這時,容妃已四十八歲,到了她地位於殊榮的頂峰。 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九日,容妃離世,享年五十五歲。 湘妃的故事歷來非常迷人,傳說她欲容未盡,芳香其人。 即,不是花香,也不是粉香。 別有一種,齊方易富,沁人心脾。 是新疆回部酋長霍吉湛的王妃。 回部叛亂,霍吉湛被蜻蜘蛛殺。 將軍趙慧,將湘妃升勤送於乾隆。 但湘妃心懷國魄家王,情願一死之至。 始終不從乾隆,最後被太后賜死。 此後將其運回家鄉安葬。 故心將喀什,有湘妃墓。 然而傳說,再引人入聖,也與歷史事實相去甚遠。 請坐下,請坐下... 此後應該從乾隆打理你吧。 在照還猜我。